大家都知道 其實昨天彈劾的動議已經在立法會表決了 就是彈劾不到梁振英 我這宗官司就是一個輸入覆核 大家現在都明白了 當日梁振英不肯說 到底他知不知遷見 現在真相大白了 他間接騙了法庭 死都不說 他找牆牆遮住一個遷見的地溫 那裡是沒有說的 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證據 其實對於一個法官去看看他有沒有蓄意去說謊 而令自己當選 現在整件事已經結束了 因為法庭的審訊已經結束了 沒有辦法再重新開始 我現在就是判這個重廢 對吧 那我就沒有辦法 非常無奈 如果特首梁振英不是說謊的話 我們的成選當然是有 或者我們根本無需來這裡問法庭 到底我們要付多少錢 那老實說 只有無奈那兩個字 因為法庭是被梁振英的蓄意隱瞞 是欺騙了,可以這樣說 現在沒有計算 因為法庭的審訊已經結束 那… 我現在立即很亂 好像一個空白 就是這樣 好 行政行片長官 行片長官 立即下台 立即下台 欺門法庭 欺門法庭 思歪可恥 思歪可恥 思歪無恥 六八九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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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算了